女子越過馬路 小跑步準備上車 但後方一輛白車擋住 他疑似先上前 請對方移動車子 再回到車旁 開了車門 才剛跨進車內 突然一名黑衣男衝出來 拉住車門 還有另外一名黑衣男從白車後座下來 兩人合力把女子拉出車外 當街掳人 把女子抬進白車內 黑衣男一前一後 各自上車 火速離開現場 案發地點在苗栗市新東街 台灣研究公司外 8月18號 週日下午的2點左右 被害女子到對面做美甲 疑似過程中接到電話 急匆匆趕出來 其中一名嫌犯埋伏在便店箱旁 他看到了被害女子出現之後 立刻過來 抓住她的車門 不讓她上車 女駕駛也是車主 被人當街掳走 當時附近沒有其他目擊者 因此也沒人報警 從週日下午到週一的上午 休旅車還是停在這裡 但這裡其實是倉庫的出入口 工作人員還在9點多打電話 請警方通知車主趕快移車 早上9點多 遠景打給車主 但電話沒人接 要在打電話通知時 110接到了一名男子來電報案 說妻子遭人當街掳走 監視器拍到疑似兩輛車預謀 等在現場 但把人掳走後 被害女子的親友 沒人接到勒索或其他相關電話 包括他的先生 也不知道妻子被人掳走 直到隔天早上 先生到美甲店詢問 發現車在 人不在 才趕緊拜託附近的店家 讓他查看監視器畫面 在妻子被人掳走 接近20個小時後 報警抓人 TVBS新聞 謝古鑫 黃國軍鴻 彩輪 SNG小組 苗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